今天我们来到了和平路的天河城附近 听说这儿有一家烤冷面是特别的火 然后每天都排队 我来尝尝今天这家有什么不一样的吧 就在抢门了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 还没开门了 是这儿吗 看 应该是这个 光头墙烤冷面 你看这个老板真是光头 可能叫什么什么墙 我刚才看了一下网上说 应该12点才开门了 那我们在这儿等一会儿吧 这大全家福都我妈呀老板 什么都加 你哪条都加 加一些 加一些 哦 这菜单上都加 对 茶呢 哦 那小全家福呢 今天我喝的鱼都吃了 您12点才开门呢 10点40点 稍微直接来烤的 那下午呢 慢到几点 就到凌晨凌晨了 哦 到晚上凌晨了 对 吃过我家喝 没有 嗯 木鸣的 哦对 不是木鸣的 是看网上红的才来的 这些地方可以说吃不到这个味道 是吧 来一回来10回来100回来的 这些太好吃太香了 好吃的让你无法用语 哈哈哈哈 咱们俩炒成小木鸣 你再不吃就会比较较的 哎呀 天呐 妈 收到 前面你9块的 拿白的9块的 不要麻不要辣的是吧 我还拿不了了 番茄多点吗 对 你有几个吗 你只要一点点辣子就行 其他都正常就行 拿到前面都要啊 嗯 这有点辣 所以这蒜蓉辣酱那种 有那个蒜蓉酱那种 哦 没事 没事 你们小孩都能吃的 嗯 小朋友都能吃的 谢谢啊 麻烦 completo 那这一天就你一个人啊 不是 下午 对 点气一下 下午我们大姐 孩子那样 晚上下午晚上人更多 对 现在气热了晚上人更多 对 中午人少 晚上三点跟下半点人 对 晚上六七点这种人对 对 五六点五点半以后 到七点半三点人对的 下来半有多个时间等 中午一般这块热门时间有限 一般中午一小时二小时 对 排不上队呢都 哎呀 凶一点要凶 凶 是不是有麻椒的味儿哈 自然和麻椒的味儿 好香啊 拉拉了也不行 嗯 好了 谢谢 啊 谢谢 拿一盘吧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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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个酱汁浓郁的一把 不过我这个不算太浓郁 其实我这样这样已经很好了 刚才看很多小女孩都 特意要两勺番茄酱 嗯 我要的是小套的全家福 这里面有香肠 鱼豆腐蟹肉棒 还有金针菇 把金针菇也换成了辣条 还有香菜 洋葱 就是我觉得洋葱还可以多割点 洋葱割得有点少了 我割了一点点辣子 我觉得刚刚好 我觉得这个味很浓很好吃 你看我现在颜色挺好 料本身就是比较甜甜的 因为我要的是酸甜微辣的 然后就很浓郁 而且它这个里面 我之前在其他的地方烤冷面 没有吃到过那种麻的味道 它这个麻的味道呢 应该是和自然和芝麻是混在一起的 特别香 太有味儿 现在我们是中午过来的 人还算好 刚才老板说了 一般到了晚上六七点 还有一直到凌晨 人都很多了 它是有一个小屋子的 晚上可以坐在屋子里面吃 我还割了辣条 我头一次这个里面割辣条 辣条反正也吃不出来什么味道了 已经很软了 你看这个料特别足 像那个铁板大火爆炒的 所以这个冷面呢 就是完全就不皮条 特别特别软 因为烤冷面这种东西呢 本来就是很难入味儿的 它就得用大量的那种料和酱汁去爆炒它 这样才能够入味儿 我觉得这家就已经做得很好了 他们家这个料呢 应该是酸 甜 麻 辣 咸 各个味道都有 你有的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 比如说不要辣呀 不要酸呀什么的 但是番茄酱也不酸 即便是割了醋了也不觉得酸 还是甜一点比较鲜的 要用他们家的这块就能拍这么火爆 拍这么多人呢 还是很有原因的 如果要提一个小小的不足呢 我觉得洋葱可以再适量再多割一点 这家的味道呢 我觉得还真是不错 我觉得我呢也是很推荐的 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呢 要不麻或者是不辣的或者是不酸的 可以来试一下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呢 一定要帮我订阅一下 拜拜